蛋白质的萃取 蛋白质是生物体的主要成分之一 扮演多种生理功能 想要分析蛋白质 必须先将蛋白质萃取之容易中 我们可以直接从生物体或病毒本身 萃取天然合成的蛋白质 也可利用遗传工程技术 将蛋白质的基因序列 放入生物体的基因序列 其他细胞内 大量表现制造出蛋白质 不过 蒸合细胞天然合成的蛋白质 常经过糖质 脂质 生态 或其他分子集团在修饰 因此 利用遗传工程制造蛋白质时 虚留液 缺少这些修饰作用 是否会影响蛋白质的特性 此外 要同时考虑蛋白质分布的位置 浓度 取得难易度和稳定性 并衡量实验成本 以决定萃取方法 不同的蛋白质 需要不同的环境条件 维持结构的完整及稳定性 因此 萃取蛋白质时 需要选择合适的萃取溶液及添加物 并在低温进行 以获得最好的萃取结果 萃取溶液包含缓冲液 以提供合适的酸碱环境 添加盐类如 氯化钠 NACO 可提高蛋白质的溶解度 添加还原剂 如二硫酥糖醇 DTT 或二硫酥乙醇 2ME 可避免蛋白质阴氧化 而失去活性 有些蛋白质的活性 要靠添加辅酶 或金属离子 如钙离子 鎂离子 来维持 如果蛋白质 分布在细胞内 或细胞膜上 必须打破细胞 才能萃取到蛋白质 但细胞打破后 会释放出很多 蛋白质分解酶 及酵素 因此 萃取溶液中 也常混合 加入多种 蛋白质分解酶 抑制剂 至于金属熬合剂 如EDTA 或EGTA 可抓住二架 或重金属离子 用来抑制 靠金属活化的 生态分解酶 避免蛋白质分解 打破细胞的方法 可分为机械力 与非机械力 机械力包括 用超音波震碎 果汁机搅碎 钢珠撞碎 研波磨碎 及高压压碎等 非机械力则包括 将细胞先真空干燥 或冷冻干燥 再加水撑破 或是借由 重复冷冻 解冻 裂解细胞 若是要萃取 细胞膜上的蛋白质 可添加界面活性剂 或扰乱剂 破坏细胞膜 释放出蛋白质 植物细胞 则可使用酵素 先分解细胞壁 再利用渗透压 撑破细胞 界面活性剂 如Triton X100 具有清水端 与输水端结构 输水端 会与蛋白质 或脂质的输水性部分结合 破坏细胞膜 双层零脂质构造 将蛋白质 与细胞膜分开 而扰乱剂 如盐酸瓜 GUHCL 会破坏水的氢件 减弱输水性作用 同样可使细胞膜 双层零脂质构造瓦解 将蛋白质与细胞膜分开 提高膜蛋白的溶解度 至于分布在细胞外的蛋白质 就可以从血液 尿液 组织液等体液 或从细胞培养液中 直接收集 再进一步存化 想确认萃取效果 可定量蛋白质 也可进行电涌 或检测蛋白质的活性 萃取成功后 就可以接着进行蛋白质的纯化了 待会儿出尝词 细节目 在细胞的肉 也可以接着 心里面 画的纯化 软要尝词